我們歡迎陳昱甫跟莊吉替我們帶來精簡高校的RES5指令級及系統模擬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 如何建構一個精簡且高校的指令級模擬器以及系統模擬器 我是陳昱甫 這位是莊吉 然後我們是來自成功大學資訊工程所的 這是我們這次的大綱 然後我們會先介紹一下直音級模擬器 然後接著再介紹系統模擬器 講一下我們的動機 我們今天的動機其實就是因為RES5越來越popular 可是我們很難去取得一個 現在為止相對難去取得一個RES5的處理器 所以我們就是想要去製作一個RES5的模擬器 然後讓使用者可以就是用我們的模擬器 然後來模擬它的RES5的程式這樣 然後我們決定好一個RES5的模擬器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辦法去提升它的效能 然後以及減少它的記憶體使用量 然後為了可以模擬更多的Case 然後我們就是進一步加一些必要的周邊 然後去延伸成系統模擬器 好 那接下來我就先開始講那個直音級模擬器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模擬的是一個Single Cycle的CPU 那Single Cycle它就是沒有Pipeline的概念 那一般Pipeline的CPU我們就是一個Cycle它就會走一個Stage 然後一個指令會被切成好幾個Stage 但是我們這個Single Cycle的CPU 它就是一個Cycle它就會完成一道指令這樣 然後Single Cycle的CPU它在執行會大概分成下面四個步驟 就是我們會去取得它的Program Counter 就是我們現在程式走到哪個位置 然後接著去這個位置去取得對應的指令 就是Intruction Fetch 然後接著取得指令之後我們會去Decore 然後就是去得到說這是什麼指令 然後以及它會用到Register 然後接著再用Execution去進行這個指令的模擬這樣 然後在CPU上是直接執行這道指令 那我們目前的模擬器架構就會大概長這樣 就是ELF Loader就是你用那個你寫一個C檔案嘛 然後你用Risk Fire Tool券編成執行檔之後 會交由ELF Loader 然後它會Loader到我們模擬器所維護的一個Virtual Memory中 然後接著我們就會去取得它的Program Counter 然後依據Program Counter去做Instruction Fetch 把那個Instruction從記憶體裡面讀出來 然後接著做Decore 就是去對這道指令解碼 然後去看它是什麼指令 以及它所用到的Register 然後Instruction Dispatch的部分就是 我們在模擬器裡面 我們有實作很多Emulation的Function 那這一道指令是針對哪一個Emulation的Function 就是由Instruction Dispatch去派送這個指令的Emulation function 然後之後交給Instruction Emulation Execution 去做執行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我會 就是介紹說這四個Component 就是下面這四個Component 是怎麼做的 好那第一個就是Instruction Fetchure 那Instruction Fetchure 它其實就是去記憶體裡面拿這個指令嘛 那我們剛才有說就是我們模擬器系有維護一段Virtual Memory 那這道Virtual Memory就是由我們呼叫一個系統呼叫M-Map 然後去把去像追系統 然後申請一個記憶體空間這樣子 然後這個記憶體空間是可讀隔切的 那這個Virtual Memory主要就是放我們的Instruction的Data 然後以及我們的數值 就是Lowwall跟Stowwall會寫入跟讀取的Data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裡有做一個MMU 那它是一個很簡單的MMU 它其實就是去對Virtual Adres還有Physical Adres做轉換這樣子 那為什麼需要做轉換 原因是因為我們其實真實的資料存在我們的host端的電腦是存在Physical Adres 但是我們維護的Virtual Memory它是用Virtual Adres來做Mapping的 所以我們要去做轉換 那轉換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現在N-Map的時候 它會回應我們一個 我們這個Physical Adres 就是我們Physical Memory的起始位置 然後就是我們的Memory Base 然後做轉換就是把這個Memory Base加上我們的Virtual Adres 就可以成功轉換了 那Instruction Feature就變得很簡單嘛 就是我們會有Program Counter 那Program Counter其實就是 這一道指令存放的記憶體位置 然後把這道指令的記憶體位置加上我們的Memory Base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道指令在Physical Memory是存在哪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位置取出那一個 就是存在那個位置的資料 我們就知道這個Instruction 就是Encoding之後的數值是多少這樣 好 那可是我們拿到的是一個Encoding的Instruction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這個Instruction是什麼Instruction呢 那就是要交給Instruction Decoder 那我這邊提供兩個寫Decoder的方式 一個是你自己一行就是一道一道指令自己寫 就是Customize 然後另外一個是你寫一個Python script去Generate這個Decoder 那Decoder的行為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根據Risk-Fi訂出來的 那它其實訂得很明顯就是它OP code是第幾個B到第幾個B 然後Function7還有Function3是第幾個B 它都就是已經規範很清楚了 那就是一道這個去做Decode就好了 那第一個是Customize Decoder 那Customize Decoder其實寫起來就很簡單 就是你每一道指令的怎麼Decode你都自己去寫嘛 那比如說看右邊那張圖 就是我們這邊就是先去對Function7做Decode 然後Function7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是0000的總共有add跟shift 然後我們就會進到就是會進到這個 就是會滿足這個case 然後進到這個switch 然後進到下一個switch我們就去看Function3 那add的Function3是000 然後shift的Function3是001 所以000的話它就是add 然後001的話就是shift 然後這樣就完成指令的解碼這樣 然後我們再去針對這些位置去解碼它的 Detonation Register跟Source Register 那這個Customize它的優點就是它比較好去優化 就是因為你是自己寫的嘛 你想怎麼寫都可以 那它的缺點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接到你這個Decoder 那其實它要先讀懂你的邏輯是什麼 然後它才可以去做 就是增加一個新的指令的Decode 這樣子 那就是增加跟maintain會比較麻煩 好 那接下來是generatedDecoder 那這是寫一個Python script 然後你寫的就是 就是你會寫一個像右上方這樣子的檔案 然後它就會定義說你的add 然後會用到哪些register 然後跟你的第幾個bit到第幾個bit的值是什麼 然後接著你就會用一個Python script 去讀你這個資料 就是你右上方寫的這一份文件 然後接著它就會產出像下方這邊的一個Decoder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先去看它的2到6個bit 然後是C的就會滿足這個case 然後進到這個switch裡面 然後接著這個switch就會看12到14嘛 那12到14是0的話會有add跟shift 會有add跟sub 然後接著進來之後 它們兩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第25到第31個bit 然後我們就會去看25到31 那25到31是0的只有add 然後因此我們知道這個指令是add 然後add會用到register有destinationregister 還有source1跟source2 然後我們就把它眷出來 那這是用Python script寫的Decoder 那這個比較簡單的好處就是因為 你寫的其實是右上方這邊的這一個文件 那你今天有一個cowork進來的時候 他其實就只要看懂你右上方怎麼寫 那右上方邏輯其實也相對簡單 所以你要加指令的話 就是按照那個格式去寫就好了 啊它的缺點就是 它比較難去優化 因為你就是用一個python script 去讀你這個檔案嘛 那它這個結構都是定好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decode完之後我們就有它的opcode嘛 就是我們知道它是什麼指令 然後知道它會用到哪些register 然後以及它的immediate 那接著我們就要做instruction dispatcher的動作 然後也是instruction execution 那instruction dispatcher它其實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在建這個模擬器的時候 我們會寫好很多的imulation function嘛 比如說add它就是兩個暫存器的值相加 然後存到你的destination的暫存器 然後sub就是兩個相檢存到destination的暫存器嘛 那我有這些imulation function之後 我獲得這個opcode 我要怎麼去就是把這個imulation function 指派給那個opcode 然後去做執行呢 那這邊有三個方式啊 第一個是switch case 那switch case很簡單 就是你一個很大的switch 然後你就去讀它的opcode嘛 然後你就針對它是哪個case 你就走到哪個imulation function裡面 然後就直接做執行這樣 那第二個是function table 那function table其實它就是建立一個function table 然後把你所有的imulation function 都做為一個function pointer 然後存到這個function table裡面 然後你就用你的opcode當作index 然後去取出那個imulation function的function pointer 然後就走到那個function去做execution這樣 好那第三個是coid-nining coid-nining就是一個比較麻煩的機制啊 就是我們這邊就是coid-nining的做法是我們一道risk file指令 對到直接對到x86的指令 那我們就會直接開一個可讀可寫可執行的記憶體空間 然後比如說addi這一道指令就是register加immediate 然後存到destination 那我們在做coid-nining的時候我們就是把addi這道指令 你直接map成x86那x86它會是一個move 就是直接把就是先去讀取那個register sauceregister的值 然後把它放到eax暫存器 eax是x86裡面的一個計算的暫存器 然後之後用addl addl是x86就是幫你的eax加了某一個immediate 然後接著再用move指令把算出來的結果移到destinationregister裡面 那這個做法比較麻煩 那你還要去就是我們直接跳到那個 就是我們維護了那段記憶體空間做執行的時候 那它其實是一個類似function code的概念 然後你還要去做一些push跟pop指令去maintain你的function stack break 那第三個做法比較麻煩 但是第三個做法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實驗了 就是我們現在是用第二個做法在我們的模擬器裡面 那第三個我們已經在實驗 那過不久之後就會有一些code就是推到分支上面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好那我們這邊就是要對這個模擬器進行優化嘛 那優化的時候我們就引入了一個basic block的概念 那這是編譯器的概念啦 就是basic block它就是一個single entry point 然後single exit point的一個block 那這個block裡面所有指令都可以從頭一連串走到尾 那比如說 然後它的尾端通常會是一個branch指令 以及一個jump指令這樣子 那比如說下面這邊四條指令 它就其實就涵蓋了兩個basic block 那第一個就是lower然後lower直接走到那個branch equal zero這邊 那branch equal zero它是一個branch指令嘛 那你不知道它這個值 就是你一開始在translate的時候 你不知道這個值是什麼 所以你不知道它會做branch taken 還是做branch non taken 你不知道 可是你可以唯一可以知道說 我一定可以一連串走下來 走到branch equal 然後再去做決定嘛 所以我們basic block就會切在這邊 然後第四個指令它也是一個basic block 它因為它自己就是一個jump指令這樣子 好 那有這個basic block概念之後 我們可以做什麼優化呢 那第一個就是instructional fusion嘛 那instructional fusion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在硬體上面會用到的一些優化 就比如說我今天指令集會一直改嘛 那我指令集有可能就是我後來去新增一道新的指令 然後新的這道指令在某些特定情況下 它可以去滿足兩道指令 就是比如說我做AVIPC 然後ADDI這兩道指令 可是在某種情況下 我可能可以用一道指令 就是我一道新創的指令就完成了 那這就是instructional fusion 就是我把這兩道指令換成我新創的那一道指令 那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在CPU上面就是它會 它就是可以省一個指令的執行時間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code size會變小 因為你兩道指令 比如說兩道指令都是32bit好了 那兩道指令就是8個byte 但是你轉換成一道指令之後就只要4個byte 那這樣你就省下4個byte的code size 所以這instructional fusion 我們就是引用那個硬體裡面的優化概念 然後到我們這邊實作 那比如說AUIPC跟ADDI這個pattern 它可能是它的source register跟destination register 都是一樣的時候 那我們這兩道就可以一起做 然後我們就省下一個function code的成本這樣子 然後LI跟ADDI也一樣 然後連續的low wall跟store wall是因為 我們在做low wall跟store wall的模擬的時候 它會做有沒有alignment的檢查 那如果就是檢查這個alignment就會耗費一些時間 那如果我們就是連續的話 我們其實只要去檢查第一個low wall就好 因為後面是連續的 第一個low wall alignment後面一定alignment 那第一個沒有alignment後面一定沒有alignment 所以我們就是比如說有4個low wall好了 那我們就只檢查第一個 那我們就省了後面3個low wall的檢查時間 那這就是我們的fusion的概念 那future的話我們就是 就是未來我們會就是找更多的pattern啦 然後以及我們發現就是 就是有一些standard library function 比如說mum set 或是mum cpy這種 它很常被呼叫到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抓出來 然後直接一起做呢 就是我們未來要想的方法這樣子 好 那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還有很多優化技巧 然後可是我今天不會一一介紹 那比如說剛才提到 instruction fusion嘛 然後telecore optimization 就是你一個basic block裡面的指定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減少 function stack frame 的 maintain 然後EVB就是它是一個 就是basic block的集合啊 然後我們在做imulation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從這個basic block 直接跳到下一個basic block 然後不用再跳回那個execution loop這樣子 好那 記憶體就是降低記憶體使用量的部分 我們使用一個block cache 那為什麼要這個block cache 我們可以看到 下面這張我們原本的架構圖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假設我們一個basic block translate完之後嘛 然後我們交由execution去做執行 那這樣子執行完之後 我就把那個basic block丟掉啊 那我有沒有可能再走回同一個地方呢 我們有沒有可能走回同一個program counter 那其實是有的 就是比如說fold loop嘛 你有一些program counter會一直被走到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它存下來 那其實可以 我們就是直接把我們那個basic block 就是decode完資料的結構存下來 那下一次我要去做執行的話 我就是去看這個basic block 有沒有被translate過了 那有的話我就直接做execution就好 我就可以省略Faturing Decoding跟Dispaturing這三個動作 那可是存下來我們要怎麼存 那就是一個 一個那個實作技巧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全部都存下來啊 那你這個程式很大的話 你一直泡一直泡 那你的basic blocker不就無限格 你的記憶體就爆掉了嘛 那因此我們就引入了一個block cage 那這個cage就是說 我們只會把它 我們會有一些repressment的機制 然後只留下一些我們常用的blocker 然後我們去限制那個blocker的總量這樣子 那Maymaypro其實只是我們去限制這些blocker 就會用到的記憶體的range而已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後來的那個architecture 我們那個模擬器architecture會長這樣 就是我們走到一個program counter的時候 我們會去blocker cache看 然後看這個blocker 我們是不是已經存到cache裡面了 那miss的話我們就會走原本那個流程 就是做一個Faturing,Decode跟Dispatch 然後之後交到execution去做執行 那如果hit的話 就是這個blocker我們已經translate過了 那我們就直接丟到execution裡面做執行就好了 那這邊是我們針對一個現在很 比較就是大家使用的一個模擬器 叫做spike 然後我們去跟他做效能上的比較 然後可以看到 就是大部分的效能 我們是贏過spike 可是我們在就是很多 做很多次lowwall、stowwall這種指定的時候 我們贏的其實不多 那這就是我們目前模擬器的效能瓶頸 在那個memory的部分 就是在IO operation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會去進一步改進這樣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不僅效能比他好 然後我們也只用了1 3以下的記憶體 就完成了這個模擬這樣 好那這邊就是我們現在 那個指定級模擬器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很順暢的運行一些 就是經典的PC game這樣 那還可不可以更快 其實可以 就是你可以整合一個GIT compiler進去 我們已經成功整進去了 然後那個GIT compiler 就已經有在我們的程式碼裡面 可是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我就沒有介紹 然後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一個分支叫WIP 然後斜線GIT 這個是已經成功整進去的一個 就是成功整GIT compiler一個分支這樣 然後我們接著未來會做的事情 就是我剛才有提到剛才那個COIN9的部分 好 就是我們未來會做的事情 就是COIN9的部分 我們會繼續加強這樣 然後下一個部分就是 那個GIT的部分 我們目前也還正在研究 然後就是進一步去提升它的效能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講 系統模擬器的部分 大家好 那接下來我來介紹系統模擬器 顧名思義 它就是用來模擬系統的一個模擬器 那在蜂扭曼架構下 CPU加上IO加上GIT 那它就是一部計算機 所以我們這裡會來介紹 主要會來介紹外部裝置 對 然後這個是一般系統的開機流程 可以看到 從開始上電之後 ROM裡面的初始 啟動程序會被載入到RAM當中 那經過設定之後 會將剩下完整的啟動程式 全部載入到RAM當中 那當全部完成之後 就會載入一個叫ROM Time Code的部分 那這個指的是標準的一些函式庫 然後當這些都完成的時候 就會去載入Bloader 這裡的Bloader 是用來建構檔案系統 網路設定等等相關的一些內容 然後當這些全部都完成之後 就可以進入OS 然後完成開機 然後在Risk5裡面開機的流程 與傳統的 與一般的開機流程 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 那差別只在於第三點 ROM Time Code的部分 因為Risk5是一個開源的專案 那各家的廠商都會有他們自己的開發板 或者是開發平台 那也會有各自的Firmware 所以就會造成碎片化 那Risk5為了解決碎片化的問題 他就把共同會用到的部分 寫進SPI的函式庫裡面 再來介紹PLIC 在裝置跟軟體要去請求CPU服務的時候 都會使用中斷機制 那在Risk5裡面將中斷機制分為兩大類 分別是Local的中斷跟Global的中斷 那Local的中斷就是軟體跟Timer 然後Global的中斷就是外部的一個裝置 那因為我們這裡主要是介紹外部裝置 所以我會介紹PLIC為主 PLIC的全稱是開發平台的 層級的一個中斷處理器 然後它是一塊硬體 像右下角這樣 因為可能就是外部裝置有很多 那有可能同時發生中斷 那要怎麼去判斷 就是CPU要怎麼判斷先執行哪一個 就會經由PLIC 然後PLIC會根據事先設定好的優先權 然後將這些中斷分配給CPU 去做處理的動作 再來介紹UR UR的全稱是通用的非同步接收器和傳送器 那它是一塊硬體 它就用來非同步的接收和傳送資訊 那這裡就是用來做IO 那周邊的一些裝置介紹完之後 就可以來介紹模擬器的運作流程 那這個模擬器會從點斜線CMU 然後面接Image開始 這個Image是KernelImage的檔案名稱 然後之後就會將這個Image 載入到模擬出來的RAM當中 然後載入之後 模擬器就會到RAM當中 逐條的去執行這些指令 第一步是在Terminal當中輸入點斜線CMU 然後後面接Image 經由Main讀取之後 就會將這個Image的Name 傳給Refile into RAM這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就會將這個Image 這個答案名稱裡面的內容 載入到模擬出來的RAM 那這裡是用一個叫做Mmap的Function 來模擬這個RAM 它會跟作業系統 要一塊可讀科學的空間 然後要就是請求成功之後 我們就會用FOpen來開檔 然後並用FRead來將這個Image裡面的內容 全部讀到RAM當中 然後最後模擬器就會根據 RAM當中的指令去逐條執行 那這裡就對應到 剛剛前輝同學介紹的指令級模擬器 然後這個是CMU的一個Demo過程 可以看到我們在中端機上面 輸入點協線CMU Image 就可以出現這個開機畫面 那這個開機畫面 跟各位的電腦開機畫面 應該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然後這是開機成功之後的畫面 在輸入密碼之後就可以進入Share 那我們為了要測試這個系統 是不是有開啟成功 所以我們就隨便下一個命令來測試 那我們這裡是用最下面的UNAME-A 那可以看到確實是有印出來系統的一些資訊 好 那一個系統要能開機 它至少需要三個步驟 分別是Broadder、Kernel跟Root File System 那這三個步驟都可以藉由BioRoot這個工具來達成 下面這張圖就是BioRoot使用的一個介面 那我們要怎麼去客製化自己的Cernel Image呢 這裡我用Kilo來當作一個範例 Kilo是一個輕量化的文字編輯器 那我們要先找到我們要加入的這個package的位置 然後將右邊這個config檔放進去 那裡面就包含了標題名稱跟一些資訊 放進去之後 因為我們要編譯這個Kilo 我們要編譯這個工具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Mate File 那Mate File的內容在右下角 那我們有Mate File之後 我們就可以重新建構這個Kernel Image 然後建構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使用CMule來開啟 可以看到我們在加入Kilo成功之後 原本的BioRoot的介面是沒有Kilo這個選項的 然後加入成功之後 是可以看到Kilo出現在介面的選項當中 然後我們進入到Share之後 Kilo這個工具也確實出現在User Beam底下 那這就代表說我們這個工具是有增加成功的 好 那目前RV32ENU跟CMule 都有一些已知的議題 還有未來的一些開發方向 那各位有興趣都可以掃這兩個QR Code 然後一起加入我們的開源的專案 謝謝大家 大家沒有問題 還是有人 他們先問好了 是 問題在哪邊 沒有 沒有人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你們那個 就是instruction fusion那邊 因為你們的那個執行的instruction 應該是來自於Compile過後的execution 對一個QTable 那我有點好奇為什麼那個 在Compile的時候 這Compile不會幫你做這樣子的最佳 你是說我們自己做的fusion嗎 對 對 就是我們剛才不是有提到一個Basic Block的概念嗎 就是它其實 它其實就是一個Basic Block裡面 它可能就是有好幾道指令嘛 然後最後的終點一定是 那個branch或是jump指令 那因為我們有好幾道指令啊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去找到就是 比如說我們有五道嘛 那我們是不是就 就只要其中兩道是符合這個pattern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合起來一起做 就比如說 我第一道是AUIPC 然後下一道是ADDI 然後第三道就是一個branch好了 然後我們去偵測說 第一道AUIPC的source register 是不是跟ADDI的source register 以及destination register一樣 那如果一樣的話我們就是把它合起來 然後我們會把它叫另外一個AUIPCode 可是那個AUIPCode是我們自己創造的 然後這個AUIPCode會對應到一個 我們自己創造的imulation function裡面 那這個imulation function它的模擬方式 就是直接把這兩道一起做這樣子 因為你是軟體 你想要怎麼做都可以 你想要隨便把五道合起來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是functional的模擬 所以只要你的machine state 以及你的最後出來的結果是對的 那你以後你裡面要怎麼模擬其實都可以 對 大家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不好意思我問比較基礎一點問題 因為我沒有做imulator 然後我好奇前面那個inline code的部分 因為那時候你有提到一些把 我們的AUIPCode對應到它x86指令長什麼樣子 那它轉換之後要怎麼執行呢 是說我們的code進去中間把它compile 然後變成就是把一些對應的code都inline進去 再開始執行嗎還是說 對就是你自己寫的code不會被compile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去看那個指令的號碼 就是它的encoding是多少 然後你自己把它填到你維護的那個memory裡面 然後你去執行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類似一個function code的概念 就是你你就 call to 那一個 那對我相信說它這樣等於是 還是還有一個jump的動作 那跟我們的function table一樣是 跳過去的地方執行 那有什麼差別 有差就是因為你用 你用那個compile出來的code 它沒有辦法就是 就是它有時候會做一些很多的檢查 然後有時候就是 它雖然優化 但是它優化的程度又沒有你想的那麼好 所以它可能一個involution function 它會有大概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它可能就十幾二十道指令了 那可是你自己做的話 你只做了三道 那你就差了17道指令了 這樣一定會比較快這樣子 對 好 謝謝 不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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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哈囉 嘿 我剛剛說你沒有接GIT 那是接哪一套 還是你們自己課的 在GIT的部分 我們是 我們是牽把我們的instruction 然後轉換成C code 然後再用那個C code去做便譯 然後我們整合進來的 confiler有兩種 一種是MIR 然後一種是就是CLAM 這樣子 對 然後MIR的優點就是它啟動時間快 可是它的優化能力沒那麼好 啊 CLAM就是啟動時間比較慢 然後優化能力比較好這樣子 有考慮到CIFI上班嗎 有考慮到CIFI上班嗎 我現在身份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你們GIT是變成C然後再編譯出來 對 對 我們現在就是想說我們可不可以就是先把DVT做好 然後我們後來的指令就直接DVT轉 就不要再用再變成C 就省一個變成C的工 這樣子 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會想試用LVMIR 就是 就是也可以轉成LVMIR 這樣就有點弄別人的東西 就是我們就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 所以先研究 如果LVMIR比較好 我們就用LVMIR 它可能它的優勢就是你的host不是X86的 對 就是我不用 就是它已經都寫好了 我不用針對某一個target去自己寫這樣 是 是 那我剛看到說CMU裡面已經有VoltIONet的網路卡模擬 是嗎 在System的部分 現在有人在做 喔 已經有人在做 是 那感覺跟我們前一個talk比起來 是很多那個我們VoltIO的Block device Network device 在諸多系統裡面是使用了蠻多次的 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這力尖模擬器裡面我也覺得這個蠻厲害的 是 那大家我們就掌聲再寫謝江澤